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晨 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海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海基证券 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菲菲 今早大师有什么支点? 有些经济数据包括内地 还有要留意昨天收市后 有些公司 例如百姓中国公布了业绩 究竟业绩对股价影响是怎样 还有收市后今晚就是美国联储公布 公布议息的最终结果 未来24小时都比较多的资料要留意 比比都说得很全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的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内 讲下你个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先跌后升的 三大指数都是做好 美国联储局 开始一年两日议息会议 道指高开100点后一度转跌141点 收市到升123点 收报33,052点 标指升26点 收报4,193点 纳指向上升61点收市 收报12,851点 总结10月份 道指回落454点 纳指跌368点 跌幅2.8% 标指跌2% 三大指数都是连续第三个月向下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星期二跌1.7% 欧洲股市方面 上日是各别发展的 英国股市要向下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Tesla 反弹1.8% 从上200美元流上 Amazon和苹果靠韩 另外NVIDIA对华销售 有机会受到 美国最新的出口管制影响 股价一度急跌超过4% 收市的跌幅收窄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向股ADR 相比半港上的收市 各别发展 阿里、美团和腾讯 都比半港收市高 阿里折合80.73元 另外美团折合110.99元 汇控比半港收市高超过1% 折合16.85元 另外友邦和比亚迪 都比半港收市高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疫情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升超过2% 升630点 最新是报31489点 周二总合指数升26点 升幅超过1%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15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升34点 看起来新加坡交易的 港股黑期最新的情况 现在早段方向未太明确 暂时升20点左右 恒指在17,100点左右 稍后对缘盘和大家跟进 现在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以及请教一下 给大家看 联储局今晚公布议息会议结果 香港时间凌晨2点 美股上日做好 长债息继续在4.9厘上落 即是10年期债息 日本央行议息后 日元跌 美元升穿151水平 美匯指数微升至106.7 美股和港股其实连跌了三个月 现在看到利率市场期货 也看到了 今次的加息 即是议息会议 不加息的机会 都是比较大的 不过看长一点 大家在等待减息的时机 其实最快是到6月之后才会减息 在这个真是高级的背景之下 你看美股的走势是否会继续向下呢? 现在也算是踏入了那个调整区 我觉得我主观愿望再跌多一点 我说回背景 我想早几个月半年 我一直以来都用两个数字 去帮大家分析美股 说的背景就是 大家要记得有一件事叫做 预测市盈率 市盈率就是p over e 例如p 就是说现在标普500指数是4200点 那就是p 除以的e 就是市场预计今年的盈利是多少 我就得出个预测性 好了 所以今年 其实简单来说 大家预测 其实很多个月之前 预测今年标普500指数成份股的 每股盈利加上 就是224美元 所以当指数在4200点流上 除出来 4200 除以224 差不多189倍左右 对我来说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 在年头的时间 我们很担心美国 现在当然会少 今年会经济衰退 现在当然不会 但是如果经济衰退的话 怎可能还有224元的 和去年2022年一样的盈利水平呢 这是当时我觉得 盈利预测太高 会调低的 第二 就算真的做到224元 现在一看就做到的 那你都189倍市盈率 也太贵了 所以当时我就说 4200点流上的标普500指数 某个程度 我不是说它不升 可以20倍市盈率 22倍 25倍都可以 但是你20倍买些东西的话 我就硬着心了 所以我就说 4200点流上 就会令到投资吸引力 直播率是大方下跌 那当然之后 曾经升到4600 有很多投资者说 你错了 太保守 那我归因究竟是因为 第一 美国的经济比喻期为好 第二 今年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 投资概念的AI 所以因为这两个数 就是令到 叫做oversuit了 差不多10% 去到4600点 标普500指数 这个世界是有所谓的 地心吸力的 贵的东西就会跌的 现在就是4200点以下 所以其实我是很开心的 再跌多一点 举个例子 4000点 落到真的17-18倍市盈率 而第三季的美股盈利 如果做得比喻期为好 真是全年计有214元 230元 市盈率再压低一点 那我上回19-20倍 我就计算了个数 所以我觉得 第一 那个加息的路线图 或者长债式的走势 明不明朗 第二 始终有个200危机 扎着大家 那第三 估值也是偏贵 所以我希望再下多一点 其实就是 买美股的一个机会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 未来一两个月 我们觉得美股 仍然是有波幅 没有升幅 但如果你看三个月 六个月的话 我们觉得 不要说指数挑战前升幅 但是一些优质股 应该是还有一个 上升的空间的 嗯 即是你说的就是 有波幅没有升幅 就是第四季的情况 我想未来两个月 是的 是的 因为为何会这么刁转呢 未来两个月 因为 缘无意外 我们看到 下意识就是 昨晚和今晚 这个美国的意识 那下一次就是12月13日 那换句话说 其实应该 未来几个星期 看完这些数据 都大概知道 今年 会不会再加息 甚至乎 下年 几时减息呢 就算说真的年中了 起码死了一条心 那路线图 是明朗化了 第二 第二季的美股盈利是最差的 还是附属 连续三个季度 但是第三季开始 应该可以上回零 那第四季会再好一点 所以如果你说到年底 美国经济还是比较强劲 而加息路线还是明朗化 而盈利是有改善的话 那我又看不到 为什么美股不可以再上 当然 这个耳巴危机也希望可以明朗化 所以我觉得 去到年底 可以看好一点 但是未来 这一个多月 我想就要继续看看 刚才所说的因素 才能够判断走势 好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恒生指数昨天下跌 一度跌超过300点 昨天恒指低开68点 内地公布的PMI数据差过预期 反英制造业收缩 拖累恒指跌幅一度扩大到364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293点 收布17,112点 跌幅1.7% 国指收市跌98点 亦跌1.7% 科指跌95点 跌2% 收布3,759点 大市全日成交846億 總結10月份 恆指跌了670 697點 跌幅3.9% 連跌第三個月 科指跌4% 國指跌4.7% 北水第四日錄得淨流入 金額是19.4萬 美團由淨流出轉為淨流入 金額是2億 財險有1億7千萬 石藥有1億5千萬 中心持續有北水淨流入 金額是1億 中移動亦由淨流出轉為淨流入 金額是7千萬 淨流出方面 最多是騰訊 有2億7千萬的北水淨流出 中海有1億7千萬的北水淨流出 你想汽車就有6千萬 大市方面 昨天央視報導 召開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 星期一、二在北京召開 會議提到要加速建設金融強國 全面加強金融監管 以及完善金融體制 另外彭博引述消息 接近銀行市場人士說 銀行可能會充足投放流動性 令到貨幣市場利率 將會最快在今日開始 回落到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的附近 另外有數據 就是剛才說的那兩個是新聞 或者是一些傳聞 另外就是國家統計局昨天 就是上午公佈了10月份 中國製造業採救經理指數 即PMI 就降到49.5 顯示製造業活動再陷入收縮 數據差過預期 亦比9月份再下降了0.7% 港股10月最後一個交易 就再跌300點 連跌3個月 累計就蒸發了3000點 上個月初一見你 你就預計恒指當時是未見底 結果一個低位就真的繼續向下 就真的未見 最新的底就是 現在出了不少業績 還有企業也有些展望 今年剩下兩個月的時間 你覺得底會不會是再下沉呢 還有部署上你建議投資者 應該怎樣做 好 我直接說 我覺得底未見 應該這樣說又抽離少少了 我經常說不要讓市場帶著你走 例如早上市場就很亢奮 見底了 下午市下跌 韭菜奸的港股就不要這樣 試試抽離少少 我就 在不同時間 找出主導住市場的因素 然後不肯問自己每個因素 你覺得接下來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季 會否變差 我現在覺得市場有六個因素 是主導住的 第一 就是講義不危機 第二是講內房的問題 第三是講美國債息 第四是企業的盈利 第五是內地的經濟數據 第六是內地的政策憧憬 其實你看這六樣東西 都應該包得挺陷的 所以每個因素 如果我經常都說 如果六個因素裏面 有五個 你都覺得很糟糕 很差 你沒有可能主觀看好的 最多你說 已經是消化了 反映了 那不是很跌 但是也難大升 就算撇除短期的反彈 所以如果你問剛才六個因素 坦白說 200危機解決了沒有 內房的問題 解決了沒有 債息仍然是高期 業績最近更加 爆貨了 經濟數據 剛剛昨天推出的 一些PMI數據又不太行 數來數去 好像真的好一點的 只有政策憧憬 我們有機會再說一點 如果是這樣 你真的很難看好的 但是短期 比較短期的話 我覺得 去到16,800 17,000 似乎大家再沽下去的動力 不是很多 反而大家說 怎麼都賣點掛 起碼薄短期反彈 而且始終你說 二不危機 好像打地面戰 但是進攻的速度 比預期為慢 現在也有些壓力 說美國本土的一些 猶太人說 快點按鍵 不要再令到 戰事惡化 否則我就不投票給你了 所以似乎這件事 短期 變回中性一點 去到債息了 你也知道 其實從之前 可能5厘落回來 4厘8、4厘9 所以一些負面消息 很短期的說 就沒有惡化 但是另外 我們有些政策憧憬 使市 可以上回 譬如舉個例 10天線 20天線 或者挑戰50天線 我說短期有反彈 不是說20,000點 22,000點 不是 只不過就是 有沒有機會試回 50天線 或者再盡點的 看看幾樣東西配合 上回18,000點 其實有機會的 但是 去完這些位置之後 如果萬一 內房的問題又惡化 債息又上升 業績又不行的話 那你又很難 寄望 它再上 再挑戰 或者 下視 比較低的水平 我覺得 真是機會大 那麼你會跌到多少呢? 其實我們從頭到尾都給大家一些數字 在八月的時間 我們給了五個位置 就是用了五個方法 去推敲 恆生指數這一浪的低位 那五個分別是 17,700 17,300 16,800 16,100 16,100 和16,100 為什麼有兩個 16,100 因為有兩個方法去計算之下 都是得出這個數字 那麼現在就已經跌穿了173 那我會覺得就是 170對我來說 從來都不是什麼特別的 我沒有整數的癖好 所以其實短期增持 短期反彈 之後的話 就應該是168到161這個水平 但是最後 究竟是16,145點 還是16,523點 見底 暫時未知 我們要繼續看著 剛才那六個因素 才能夠判斷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未必要相信我 但是我提供這六個的分析框架 你每天去留意一下經濟日報 好像這六樣東西很轉 那是不是不需要太淡呢? 但是反過來 這六個因素 每天都有大問題 那你又很難勉強看好的 所以短期來說 希望可以彈高一點點 但是今年的低位 恐慌是未見的